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要从约翰福音第五章 第一到第九节一起来灵修 那我们先来看看经文 这世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旗 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 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 西伯来话叫做壁士大 旁边有五个篮子 里面躺着瞎眼的缺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 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三十八年 耶稣看见他躺着 知道他病了许久 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 病人回答说 先生水冻的时候 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 我正去的时候 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 耶稣对他说 起来 拿你的路子走吧 那人立刻痊愈 就拿起路子来走了 这段经文非常有意思 记载了在壁士大池子旁边 所发生的事情 经文说呢 这个池子旁边可不简单哦 因为在那边躺着各种病人 其中一个是躺在那边三十八年的病人 为什么大家要来到那边躺着呢 因为相传这个池子啊 有医病的功用 一旦那天池子的水冻的时候呢 哇 谁跳进去啊 就能够得医治啊 所以这些病人都存着一线生机啊 一线希望啊 就聚集在这个池子旁边 你可以想象了 每个人都瞪着池子的水 水一动就象征着天使来了 于是赶快跳下去 并就得医治了 当然啊 这是一个古典传说了 到底有没有人得医治呢 在这里并没有记录 其实这个也并不是这段经文的重点 那么这段经文的重点是什么呢 其实这段经文的重点 在刻画一个真实的人生 用必是大池子作为一种的象征 人生岂不就是这样吗 每个人心灵中都有需要嘛 于是就围着那个池子 这个池子很可能是各种我们努力的目标啊 于是呢 我们盼望围着池子 在这个地方努力等待 终有一天我们人生的满足或者改变 甚至医治就来临了 这个人呢 等了三十八年 三十八年当然不是一段短的时间啊 那这个三十八年来 他都来到池子旁边 不过三十八年来他都没得到医治 当耶稣问他你要得痊愈吗 当然要啊 不然为什么来这里呢 不过也很无奈的他回答说 池子这个水动的时候 我正想下去 他是缺腿的啊 不方便动啊 有别人比我先下去了 哇 这个池子还不只是一个众人的盼望哦 这个池子也象征着真实人生中的彼此竞争是吗 谁先下去谁得医治嘛 所以你可以想象 池子周围的这些病人 他们心灵中的那种 除了渴望之外 也希望竞争成功 比别人先一步下到池子里面 因此而得医治的心理状态嘛 真的啊 这个池子周围 真是一个真实人生的写照呢 而在真实人生之中 这三十八年等在池子旁边的人 一直没有得到医治 这也象征着人生大竞技场里面 难免有人失败 我们现在的名字叫做鲁蛇了 就是英文loser的意思是吗 人生有竞争 人生有无奈 人生也会出现鲁蛇失败者 那人生还有盼望吗 这个池子不知道有多少病人 在那里等了多久了 这里只记载等了三十八年的这个 那有没有等得更久的呢 有没有其他的loser呢 有没有其他无奈者在那边 还在窃窃等待 但是每次等待 得到的是每一次的失望呢 这个真实人生的写照 给我们一条出路 假如这象征着真实人生的话 出路在哪里呢 出路在于耶稣来到这个池子 耶稣来到这位非常需要的人当中 因为他已经等了三十八年 然后告诉他 拿起你的路子走吧 不要再等了 你的救恩不再等待 你的救恩在于接受和相信 于是这一位等了三十八年 已经不能走路的瘸子 就因为这样 拿起路子就走了 于是他的人生新的开始 他的人生新的改变 约翰福音把这件事记载下来 当然有深刻的目的 下一集我们会分享的 不过呢 这里已经给我们看见 必是大池子 就是人生的写照 而在人生写照之中 耶稣使得有需要的人 新的开始就发生了 愿神祝福你 让我们今天成为一个新的开始 平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